我現在過 我就開始Google 看到一個物件 你叫客廳就是一個紅色的沙發 淡藍色的牆 然後掛著一幅地卡索的話 好不得了 一個人一天晚上才750塊錢台幣 好便宜喔 一天才2000多塊錢 好可怕喔 我一看到正中間就是主任房 你知道我心裡一甩我就手刀 我就衝到那個房間去 我就一直坐在床上我就 開始尖叫 為什麼 因為 旅行之相勝 權益也省了 有一位老先生 他買了人家航空 結果差不多兩個多禮拜前 他就心臟突然出問題 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說你暫時不要出國了 他就退票了 退票之後他跟這個航空 跟他理論 就說這不是我的問題啊 這個是不可抗力 所以你應該要退給我 對 他們就說好 我們特案退給你 不過 我們要求你要拿到這個 醫生開立的 半年內無法出國的證明 來探親旅行 如何超值優金性 快讓專家告訴你 不管是什麼樣 我們中間都是希望出去玩 一定要美食 美景 放輕鬆 快樂 開心 有回憶 大概是這樣 對不對 你會選擇去哪兒呢 我大概首選啊 不是日本啊 泰國啊 大概這些地方 我以為你會說不是台中啊 就高雄 因為省錢嘛 不過日本還真的滿多人愛去的 我也很愛去 只要一出國 過去啦 就是日本 小孩小一點的時候 因為不用機票的錢嘛 對 可能就是去日本 對 然後十次就是有九次都是去日本 壞人就去香港這樣子 現在日幣貶值超划算 對 超划算 而且其實有統計台灣人很愛去旅遊的 就是一個就是港澳大陸 一個就是日本了 就是日本了 對啦 但是呢 既然有統計出來 大家都愛去玩 但我們怎麼樣可以玩得很開心 不要敗心而歸 對不對 很多人去抱著開心 期待的心情 但是呢 一回來的時候很落寞 很氣 想要告還要怎麼樣 品質都不好喔 對 所以我們今天來 好好來稍微聊一下 當然也請到一些達人們 他們對旅遊非常的有機嫌 有的就是抱著那個怨氣來的 怨氣 有花錢受氣過是不是 受氣 但有人很滿意的回來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現在了解一下 如果說以簡單的輕旅行來講 你們會認為大概是幾天的天數 是OK的 大概 最長我覺得三天 兩天 最長啊 對 短就兩天一點 三天怎麼夠 當然要七天 輕旅行耶 他口味很重耶 不能輕旅行嗎 他現在就是輕旅行七天 如果說那重一點呢 他要兩年 沒有重 不回來了 不回來了 你是不是出去當兵是不是 對啊 我覺得三到五天 有多少時間 就玩多少時間 一般人家講 輕旅行既然我們去 瞭解他 他有一個特性 第一個 他天數一定是比較短 對 你要說我要去撞遊一年 這叫輕旅行 也是不好 那再來就是 他預算可能沒那麼高 對 再來他的整個人數 也不會說是非常非常多 對 一個人 兩個人 就是三個人 就這樣出發了 對 那因為他不會讓你覺得說 有什麼特別的目的 譬如說如果今天是度蜜月 來個輕旅行 你會不會怨恨一輩子 一定會 一定會 內憂好什麼 什麼結婚週年啊 什麼家族旅遊啊 公司的那什麼年度旅遊 什麼週待 週待 這種絕對不會是輕旅行 輕旅行就是應該讓你覺得 很輕鬆的 然後天數短短的 可能也不要花太多錢 對 那這個叫做輕旅行 甚至有些時候是 突然沒有計畫的說走就走的 對 說走就走 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齊葉剛剛講的 他講的很多 但是重點在於 我把所有的東西 變成三親 對 第一個 你要什麼 第二個 你要 第三個 這才是親女性